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 Channel 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郑必市,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大家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亦希望你留下善意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下 这个法国的执法机构 原来他们就被媒体曝光 用一些不太好的手段 是对付今次的抗争者 当然,我们之前是赞过马克龙 说他有勇气 去推这个退休年龄改革 但是有勇气归用,有勇气一件还一件 如果他治理之下这些执法机构 做的事情不好的话 我们一样是会说出来的 还有用同一个标准 因为他们执法机构用的手法 如果在香港的话 应该就有大一系列的制裁 什么警,什么全家 没错了 没错了 没有暴徒,只有暴政 没错了 原来警方是重启 在黄背心 很厉害 你知道台湾的黄背心是什么吗? 黄背心这么简单都要改? 黄夹黑 可以吗? 即剧 黄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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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古装啊老板 不要这样 这些示威者 为了平息反政府的抗尔朗潮 警方重新用的方法 其实 又是为了 因为马甲龙的 提高退休年龄计划 令大家很生气 很多人上街 警方 都挺厉害,有几万名人士出来的 这个也是 回应了 法国 西部 一些环保人士的另一场抗争都是用这个的 我们记不记得 在 地方起水坝那批人 哦 那这些律师和人权组织就说 喂 他就说这个叫 预防性逮捕 即是这样 未到手之前 就首先拉你 一收到封 其实他们就说 哦,原来 很多臥底 哦 哦 OK 不过这一招也不是新招 以前戴卓尔夫人就经常用了 是 但没有人显得戴卓尔夫人的 那些皇友 我知道 哈哈哈 这样的招数 是 强而有力的控制方法 联合国的一名官员就敦促 法国 警方 不要再用 一些 过度的方法 欧盟人权监测机构 亦都质疑 这次 你用这些方法 究竟是否适当 那原来 就在三月发 有2100人被捕 其中 只有一小暴人是被起诉的 另外我们说的那次水壩 这个 姓索林的水库 或者水 的 抗争事件 两个人依然 在昏迷当中 当然 昏迷当中 是这个执法人员 的一个对抗当中 搞成这样 286名 抗争者 就伤了 其中一个 是 一只眼睛以后都看不到 另外一个 就是 大帽子 永远都没有了 但是 都有1050名执法人员 受伤 所以大家都是很激动的 法国媒体就说 国家已经制定了一种策略 他们越过了合法的 这个边界 是剥夺了很多人的自由 以及控制大规模的 这个运动 原来 这位律师 就有50名的 客户人 就在 水壩活动当中被捕 他们就说有些被捕的 自称游客 有些说自己游客 这些有得骗的吗? 看看户子就知道了 他水壩 他说我是城市人去农村 有些说自己是企业主 当然了 这位律师就说 这些所谓执法工具 在 黄背心运动时 大家都知道有用了 令人很担心 政府就说 最近的这些抗议活动 是不可预测的 警方的 行动 是必要和合法的 在抗议活动当中 激进人士 就用这个 石 和 自制菠萝 当然内政部长就说 警察 没有 是过度这样 用他们的权力 他就说警察 是 背着 保护公民 抗议 的这个宪法权利 即是他说我现在保护你 保护你抗议的权利 但是都是要维护社会秩序 雙重使命 政府 是有使用 適当的武力 因为要保护人民 和财产的合法权利 不过说真的 公道点说这些 所谓的抗争者 是否都是善男顺利庚 当然 是很狼的 当然 我都知道 他们这么早是滲进去 叫做过度 叫做什么 他这个名字都挺过瘾 预防性 逮捕 预防性逮捕 即是你没有 你没有 动过手 我都没去 你就打我 他可能觉得你有潜在风险 所以现在被人骂 因为 某程度上 别人还没做的 你就打我 有些不公道 有些是内围 你知道有些人是吹水 很多 法国少点 香港有很多 这位律师也说 我们 不要听内政报说 内政报是不会惩罚 不道德的人 当然 麦克龙 亦都是 要 这件事情我们也说 他的确是有勇气的 但是 有些手段是否用过了 可能也是 所以公事公非 那麦克龙 他当然 就是要 硬推 退休年人改革 他对抗的 就是极左人士 而且 他就将这件事件 比作2021年 冲击美国国会 167政变那班人 但是 在 姓素 姓索林 出手是否重了 他就 我们对于执法人员的勇敢表示支持 成千上万的人为了 来了这里 就是想 动手 这是不可以接受的 没有任何理由 为这班人去开脱罪名 我们看看 原来 在姓索林这件事 是 3200人 兑大概 6000名人士 其实不止6000 是过万人的 这个 政府可能 就 当然是说笑一点 当然 当时那些人是有什么呢 有汽水油弹 还炒烤那部 执法人的车 为什么我们说执法人呢 因为其实 这个法国的执法系统 它有两个机构 其实 就有这个警察 和是 宪兵 在 姓索林那里 是宪兵来的 巴黎就是警察来的 因为宪兵 是看乡胶比较多 当然 警方当然有用催泪烟 原来 后来才 知道 他们是用 张交连子 这个后来才知道 当然 这些来说 我们 觉得有 只有一个手段是比较 好像用多了其他东西 当时情况很危险 他都要动手了 就是这个 预防性拘捕 这个 就好像少听一点 预防性拘捕 在 在黄背心期间 其实 记得吗 当时真的有用这个 橡交连子 所以 有十几人 是以后 都看不到 或者 他的容貌 就被毁了 近年来其实对于 法国警方处理这些大型事件的争论 其实都挺多 特别在一百年和黄背心对抗 还有 去年 利物浦对黄马的 欧洲冠军球会杯 其实 亦是法国 搞 很多人都中了这个 翠利烟 亦有很多英国人 是领教过法国警方的 这个劲 但是 难听说 英国人会不会是那些 足球流氓 我觉得是 自己拿来的 当然也有人说 你们好似过分地用你们的装备 而且忽视了 这个叫对基层的 即是沟通 但是沟通 他意思呢 你平时 那些执法机构就跟基层民族多些沟通 会出善意 大家就可以 但是那些人可能不理你 是吧 英国和德国 他们发觉英国和德国 是提供 了解基层 的一些 心声 但是 英国和德国 好像没有那么极 老实说 也没有黄背心 我们看回自从1985年以来 法国 有五位抗争者 是搞活动的时候 没有了 而英国、加拿大、德国、意大利 只有一个 85年也很久了 都差不多40年了 另外 一位 叫自由职业记者 博耶 他在 26岁 在街上採访一名 女士的时候 被人落单 所以 挺麻烦的 入了医院 他就说 当时大概10名执法人员走近 在 冲过去之前 就说 我是记者 我是记者 结果这些执法员也是动了手的 当然 他们就说 我们根据这个黄背心运动的经验 内政部 制定了一份 超过40页的政策 要求保护示威者同时 同时 都要对那些动手动脚的人 是 要採取措施的 不过 挺厉害的 原来他们真的有说 怎样对待记者也有说的 当然我们得不到那份报告 原来 他们 就用催泪烟 以及其他的 东西都有一套 方针去对待 自从3月中旬政府 用一个 赋予他们的权利 硬过了这条 退休的法案 其实现在抗议活动 变得更加不可猜测 这些政策和 执法人员 自己都面临很严峻的 考验 你升级 我又升级 当然了 上星期四亦有几千人 其实都是过万人 他当然说得比较小 在巴黎市 中心 亦是 抗议警察的这些行为 其实 说真的 电缸火石之间 是否会落重了手 有机会 这些 又很难怪 但是 预防性执法 有争议性 有争议 好 今节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